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AT对阵ASH的第三局上半场 这里果然如我所说插眼杰克 在你有三个班位的情况下 插眼杰克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 这边是找到了调香师 这边踩一块板 它这个踩板速度应该是底牌挽留 然后两点踩板加速的这样一套天赋 踩个眼,但是调香师已经走了 这个眼差的就有点亏 过来再来补眼,补到大方 我觉得这里的选择上面有点难受 这个选择有点难受 过来那边是前锋 刚才的话 他因为觉得这个地方插眼能够留住调香师 没想到调香师直接走了 场面上面是各种在绕 在找看见了杂技演员 杂技演员这边一颗火球风 省得你打一个奇迹无刃 板子下掉 那这边应该是来找角度打误刃了 没机会板子踩掉 继续追杂技演员这边不好惹 嗯,有点难受 这边是让杂技演员再绕绕到那边的废墟 空军低台机能亮了 然后前锋的电机能应该也修了一半多了 这边再一颗土球捡个数 诶,这边找角度啊,找角度啊,等等等等 插个眼,好,这边往前走 哇,这减速简单 真难受 这里奶奶的杂技演员也是走位非常的优秀啊 完全不给杰克任何的刮乌刃的机会 就想涌都涌不起来 对不对 就你没有任何的角度找不到机会 这边可能直接跳过去 哎,翻一刀乌刃 刚才一颗球跳可能会好一点吧 那这里还得再打,前锋这边有没有想法干扰一下 没干扰,那这边先插个眼 让你不好好修机 空军的电机已经开掉了 那这里奶奶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大防嗨起来了 该怎么嗨怎么嗨,能嗨多久嗨多久 这边翻这个窗的话,那这里,它这边是一个风窗 那也就是风窗加挽留 然后是插眼插到底,一刀无刃,没刮中 哎,刮中了,哇 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让子弹飞一会儿》 直接地下室了 一刀无刃过去感觉没打中 然后过了一会儿打中了 没有看到这个杂技员的视角 但是已经三台电机修掉了 这边空军直接来救 一刀割墙无刃,好的,这边要交枪 没办法 秒救,救完以后打谁 我觉得可以先刮一手 来,这边想打楼梯刀 蓄力一刀打中空军 杂技员这边 再赌好的,两个双刀 杂技员这边往外翻 不让你有机会再挂进我的地下室 这一波地下室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完美 因为它提前插了眼 知道空军的一个位置 一刀隔墙无刃,空军被迫交枪 其实空军本来想做的就是直接救 然后开枪直接就自己可以保证一个不双倒的 但没想到先吃了一刀物刃 外面的电击,这样的话就差一台了 这边的防守 插个眼,前锋这里是满球 拉球了,躲掉 一刀无刃,哎哟,这刀无刃打在了柱子上面 再打 救下来,补 好,补掉了这里的杂技 由于这边有封窗 我们看一下 怎么选择 这边插个眼 该翻还得翻 前锋这里是满血 然后将近三分之二的球 一刀无刃打中了 哇,这刀无刃有点帅气 这个位置 要来杀前锋 前,前起来 前锋拉球 诶,骗了一下 小球骗了一下 再牵 这个死角 前锋拉球 没撞下来 那这里挂完杂技以后 再,这边电击是好了 电击这边还是很快 主要前期杰克的一个节奏太差了 没有传送 这里因为是封窗 一个误刃加速 往门那边赶 我觉得这把有机会能三跑 因为前锋有球 要三跑了 应该是要三跑 门能开 三跑,直接拉球走 距离上面赶不上 队友甚至还可以帮忙挡一手误刃 电击还是快 前期节奏差了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后半仓 少时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